今天在立法院呢 有一位新的官員他進到立院 他當時害怕極了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大鵬 馮室寬 他現在是主委了嘛 但他竟然為什麼要很害怕呢 因為他也都看到了 在過去陳柏惟每次遇到大鵬 他都會跟他要考考語言題 他又想到說完了完了 那天看到邱國正 又因為台語的事情 閩南語的事情糾結了半天 他這次怎麼辦呢 可以說是當時害怕極了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當時還原的紀錄好了 陳柏惟先說 我沒有拜託馮室寬學台語 我認為我講得好 讓他會想要學的才是我的衝擊目標 馮室寬說 我覺得委員對我非常好啦 我也跟記者都這樣講 這個是已經上到了 被巡台的後面的對話了 不過呢在今天事前記者先問說 主委你可以聽得懂台語嗎 你可以應答嗎 馮室寬金句又連發 這是異常不是戰場 很多老榮民 最近打電話給他說 希望立委可以用國語來問政 因為他們其實聽不太懂台語 那當然他也不太會講台語 他說我沒有時間去學閩南話 因為對方能夠諒解 希望他可以諒解 因為語言是需要而產生的 他為了榮民 他去練了很多包含了四川話呀 福州話 他也說福州話是最難的 他練了這麼多 但他說他的閩南語 真的講得不太好 假如我今天在美國國會 我當然會用英語呀 在立法院當然就用國語 因為大家都聽得懂 所以語言之戰呢 還是存在在立法院裡頭 想想跟你怎麼看 就是現在我們看得出來 陳柏惟他是不是要用台語來包裝 他那沒有什麼太多內容的 質詢內容 首先第一個 我要講說 陳柏惟 他完全搞錯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不是在 所謂的不尊重母語 不尊重台語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要知道你是這個 人民的納稅前養的立法委 你是民意代表 所以你的問政內容 是要讓全民一起來公爵 尤其至少讓你的 你的這台中二選區的 民眾 能夠看你的立委的表現 那我只問你一件事情 你台中二選區的民眾 多數的人是聽得懂國語 還是聽得懂台語 所以這我非常認同 那個之前我們邱國正講的 語言是個工具 你可以去努力的去鼓勵大家去學台語 這點我認同 那你要去說在你自己的 私人辦的活動的場合 你要全程使用台語 我覺得尊重啊 很好啊 對不對 可是你在立法院的議場上 說真的 你不覺得在浪費時間嗎 對啊 你真的知道你這種做法 你就是明明 你講國語 雙方可以溝通 你的選民完全全部都聽得懂 對不對 那你不用說我今天你看到就這樣我今天如果是跟有話科 我用台語我講一句 傳譯 傳過去 然後呢 你用國語回答一句 標準是傳譯再傳一句再回到我 我跟你講大家講 大家以為這樣過去叫四倍時間 不是 通常這種傳的方式的話 至少五倍時間 然後他只有8加2分鐘 對 那我跟大家講 那我只能懷疑一件事情 陳柏惟你根本沒有準備任何題目嘛 你沒有好好準備我自己也在議會要質詢啊 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要搞一個 搞一個花樣的話 因為我的 爸媽從大成島來的 對對對 那我也可以講說你要尊重我的母語啊 那我就請你請一個大成 話的傳譯啊 在上面啊 然後我講一句話 他把它翻成國語 然後 那個 柯市長講一句話再把它翻成大成話給我聽 我想來回啊 我本來質詢10分鐘的時間 你知道我最後準備幾分鐘就夠嗎 兩分鐘就夠了 因為五倍啊 對 所以 我也跟大家講 這不是另外一種偷吃步嗎 對 你的準備時間會變少嗎 你就不需要準備了嗎 而且你真的要包裝的話 你要說高精委員 他講他的語言好不好聽 一定好聽 他想不想發揚他的語言 當然想 當然啊 不會想要浪費時間 在國會殿堂在那邊慢慢 你一言我語這樣去傳話吧 對 我要講說你要去推廣 所謂的那個 台語的閩南語 推廣原住民語 推廣大成話 我覺得都是好事 對 那你就是透過 你的 自己的平台 或是你 去鼓勵國家有一個政策去做 但是你真的回頭要跟大家講 國會殿堂 他最重要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立法委員怎麼監督官員 官員做的事情 是不是合於人民的利益 然後立法委員的問政有沒有水準 然後有沒有內容有沒有真的去 達到所謂監督的效果 那你要讓民眾充分了解立法院 你的整個質詢的過程 可是你現在這種做法 你就是不 你其實在剝奪 台中二選區你的選民的部分 聽不懂台語的人的 他的知的權利 他對 而且 我就說過這公司是要分開 原因是因為 你在這上義士殿堂 你拿的不是你陳柏惟的薪水啊 抱歉我不客氣的講你拿的是 有話哥的薪水 有話哥你有沒有繳稅 對不對 你拿的是我羅志強的薪水 我也有繳稅啊 佩萱你有繳稅啊 你拿的是我們的薪水 那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你講我們聽得懂的話嗎 對不對 所以 跟尊不尊重母語 尊不尊重台語 根本就兩回事 這也是為什麼你會發現陳柏惟說真的 他這一次 做這個 做這個秀 你看到網路上各個 平台論壇上 一面倒的是 去批判他 大家一面倒的說 邱國正站 為什麼呢 因為 邱國正在到底上 你要邱國正其實說真的真的是不卑不堪 這次表現 他就是跟你講 語言就是工具啊 而且他也沒有反質詢 他就是告訴你可不可以用大家都通用的 就當時他說語言是一個交通工具 你還記不記得陳柏惟說什麼 他還大催狗 他還說 那你是做台語上班嗎 對啊 然後他就說你阿爸 好笑嗎 我就問 其實你知道那部片最療癒的地方是什麼 大家看這個就是看到陳柏惟崩潰 他整個崩潰你知道嗎 那 其實邱國正就其實就一句話而已啊 語言是交通工具 這句話就他就整個大崩潰 這樣子這樣子 那你就覺得說 說真的 那個事事沒有誰沒有氣度沒有氣 因為他沒有下一頁了吧 對啊 就只好定格在這個地方 那他在做個樣子說你到底要不要讓我質詢 你自己都在這樣浪費你質詢時間 你再問人家說你到底要不要讓我質詢 然後適時的POWER就說你是藐視國會 然後就可以把時間在拉長 對 那我覺得你是藐視你的選民啊 因為你就是 我要講你就是應該要讓 你的中二的選民 基本上台中二選區的選民 大家都聽得懂啊 那這是你的基本責任 但我最後只講我真的覺得陳柏惟 我覺得他真的 我的感覺他嫌罷免的票怕 開得太少了 所以我覺得他一直在做一些 坦白講真的是 我覺得蠻好笑的事情 對 努力的在催大家去罷免的感覺 所以 大家也不要讓陳柏惟失望 真的 10月23號 不要讓他失望 他現在努力的叫大家罷免他嘛 他努力的表現自己也不稱職 那你不罷免他 你也是對不起他 所以連當初投票給陳柏惟 我都鼓勵你順了他的心願吧 他這麼希望你罷免他 一天到晚做很多東西 很多笑話出來 就是在鼓勵大家罷免他 我們不要讓他失望 10月23號 就是出來罷免他 人家都已經粉末登場了 你不讓他有一個完美的大秀 他怎麼樣台階下下去 我們要問一下友話哥 其實我們對馮世寬的了解 好其實在去年的10月5號 他們就交手過了 我就說他 頻頻的要一直雕他的語言 上面的問題 他當時問他說 你聽不聽得懂台語 他說 講國語吧 這裡是國會殿堂嗎 跟這一次邱國正講的 其實是蠻像的 他說國家語言法規定 可以用母語啊 那馮世寬就問說 那如果我英文好 那我講英文呢 好林維舟就說了 陳柏惟你騙神明 也騙人民 說國民黨要去買中國疫苗 但現在不能買中國藥品 這是嘗試 我為什麼要問友話哥這一題 就是因為今天 其實 馮世寬他講的 除了這是議場 不是戰場 我們都知道 以馮世寬的個性 拋頭顱撒熱血 他很願意 要上戰場他沒問題 但不要硬把 議場搞成你所謂的 語言殺戮戰場 而另外他今天還講了一個 很好笑的 我今天沒有穿西裝來 不要逼我 友話哥你怎麼看 其實馮世寬他擔任 少將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了 對 因為跑國防部的關係 他那個時候剛剛好到 聯俄上任 情報署長上任到 聯俄次長 那個時候我就認識 馮世寬 其實馮世寬這個人 他蠻風趣的一個人 同時他也相信鬼神之說 這個是馮世寬的 一種個性 但是馮世寬跟 陳柏惟兩個 有兩個字是一模一樣 他們兩個都喜歡作秀 他們兩個都非常喜歡作秀 那馮世寬的作秀呢 確確的說 各位好比說他到橫貫公路 去 去祭拜 然後他說奉天師指示 奉天靈指示 好你們任務完成 應該回家 歸位 等等那些 這些我都可以尊重 但是我們談到語言的問題 那陳柏惟敢不敢去問蔡英文 一句話 你用客家話答覆我 你用閩南語答覆我 你能不能聽得懂 我告訴你 蔡英文客家話閩南語 他都不會養嘛 那你為什麼不問蔡英文呢 那你是 專挑 像邱國勝 像馮世寬 這一些人 事實上就是 陳柏惟 對 陳柏惟他本身就是想要作秀 那今天馮世寬說 哎呀那我西裝沒有穿啊 怎麼樣子 他也是作秀嘛 因為他 我告訴你 每一個立委質詢之前 國 國會聯絡人 通通都幾乎已經知道 今天的議題到底那是什麼了嘛 因為 他們都會收集資料嘛 然後供什麼退府會啊 國防部參考嘛 就是怕 出現了意外題 因為我們當時幫助阿扁 那個時候我們勞考那個什麼意外題 弄得國防部是非常的難堪 那現在不會嘛 陳柏惟他不是說他要給那個邱國正難堪 但是陳柏惟因為 他要被罷免 他要作秀 他要認為 他是真正純正的台灣人 他是暗示國民黨 你罷免我沒有正當性 你罷免我沒有合法性 那你更重要的 你把台灣第一勇的人 通通都給罷掉的話 那就是不愛台灣 那就是不愛台灣 我跟你講 陳柏惟走的就是這條路嘛 其實他們我們通通知道 但是陳柏惟 我們講 陳柏惟不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誰 第一個是蔡同龍 因為我跟蔡同龍那個時候交情很好的時候 像他老師跟我講 他說你會不會講閩南語 我說會 他說你能不能聽懂閩南語 我說會 他說這樣 我就用閩南語講 我就告訴蔡同龍 我說委員 這樣好了 你用你的母語 我用我的母語 他說為什麼 我說你用閩南語講 我用國語答覆你 就是這樣子 那就沒事了嘛 對不對 語言除了是溝通的 工具以外 是相互尊重嘛 順暢就好了 順暢嘛 但是陳柏惟 第一個作秀 第二個就是霸凌嘛 用語言霸凌嘛 那你不是台灣人嘛 像他老 像他老是用這種方式 這樣子對一個 社會的撕裂好嗎 像你好比說 你知道 像我太太是 台灣人 那我媽咪呢 他講的是什麼 澤西的土話 就有點凝波腔的 那到了最後 那我 我來翻譯嘛 那我媽媽講的 我在 然後那我再用家鄉話 跟我媽媽講嘛 可是久而久之 他們通通聽懂 相互聽懂 所以語言除了是溝通 他還包容 那更重要的是說 語言不是拿來霸凌別人的工具 你不能用語言的認定說 我愛不愛台灣 過去民進黨都是這樣子 各位想想看 像志強兄那個時候是在總統府 陳雲林來的那一次 叫做暴力小英事件 然後那一天我們都在 原山的下面 好 好 我現在告訴你 當蔡英文上台的時候 他在那邊講話 你知道台下左側方 左側方 蔡英文應該記得非常清楚 我們也聽得非常 他說那你給我講台語 你不講台語你給我下來啊 如何如何如何 就是說蔡英文本身 他也受過這一種 語言霸凌 那我們希望說 大家都生活在這個台灣 不要用 會不會說台語 難道說客家化就不是台灣人 這個東西不對嘛 真正的台灣人是 高金素媒他們那些原住民嘛 我們都是外來貨嘛 那你說真正愛拜台灣的話 高金素媒可以這樣子講啊 我有原住民的血統啊 他才是真正台灣人 但是現在民進黨做了一件事情 過去 我們參加黨外 那我的台語啊 也是那個時候練的 我們參加黨外 為了一個附贈 那個時候黨外的時候 附贈是一個唯一的外省人 為了一個附贈 大家都用國語 那個時候姚家文講了一句話 那我聽得非常感動 他說我們不能夠因為說 他聽不懂台語 對不對 他聽不懂台語 我們全部都用台語交代 就是說 傅先生既然加入我們民主陣營的話 我們就要用國語 讓大家能夠融合 這個是當年民進黨的氣度 沒有想到現在搞到現在 民進黨開始就用語言霸凌 那語言霸凌完了之後 他才說語言是溝通的工具 如何如何如何 某一位 參選總統的人 名字我就保留 他選上的時候 我們問他 那你第二屆 他說 台灣7成5是閩南人 我只要掌握7成的閩南選票 我萬年執政 各位想想看 當一個國家元首 他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另外那十分之一 他直接放掉 對 他就直接放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 今天大家都在台灣安身立命 希望不要再出現 語言霸凌事件 因為陳柏惟除了是作秀 我看 我最看不慣的 就是說 他動不動就用語言來表達說 你到底是不是台灣人 這個東西 是真正陳柏惟內心的想法 陳委員 為了要當委員 我也拜託你 你的選票裡面 也有很多外省人支持你 但是 那你不能夠說 因為面對罷免 那你就開始用這種方式 拿 國會殿堂 當作個人作秀的舞台 就是這樣而已 好 非常感謝我們的 胖子鄉 阿伯的斗內 另外剛剛其實在前一段 我們討論的時候 黃兆賢 他就說呢 他認為 陳時中間去上 CoCo的節目 很像地下電台賣夾藥 一樣在推銷我們的高端 這個我覺得蠻幽默特別唸出來 好 但是呢 我們剛剛講到林維舟 他的質疑 陳柏惟他怎麼回答 他就是想要大水 就是想要回應 忍不住啊 我就反對 採購中國疫苗 票也不是 只有我 投 也不是 只有我 理由不厚道 有智慧 很難去投同意啦 要講國際認證的話 萊豬也是 國際認證啊 本來就沒有那種 財力吃美國豬肉啊 他還特別加碼 舉說那另外你怎麼講這個美國的火雞呢 他還說去哪裡買萊豬 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跟我說一下 我們要問一下強哥 之前我們就在討論說 陳柏惟他的選區 其實是有點偏藍的 照理說面對這一次的這個罷免 他應該要稍微潛下去一點 低調一點 而且之前民進黨很快速的表態了 我就覺得有點訝異 怎麼不再讓子彈飛一回呢 因為我知道開議 9月17號一開議之後 就是陳柏惟一開口即失血的開始 民進黨為什麼要為了怕1218全盤揭出 這麼快決定要出手幫 那現在會不會有點後悔 還是說接下來幫的程度 可能要收手一點 因為這個人接下來這一個月 可能還是會維持這麼高調 這麼呈現一個要跟直接跟這一些 罷免團體在巷弄之間肉搏戰的狀況 其實罷免是一個非常 複雜的一個局 那陳柏惟也好民進黨也好 他們永遠面對到說要是 就是用所謂的主動求戰 還是說今天那個被動消極的 那個閃躲 這兩個所謂戰跟所謂的不戰的 這兩個做法 剛好前面兩個罷免 一個就是不戰然後失敗 一個是戰成功 不戰失敗就是王浩宇 王浩宇基本上就是 採取低調閃躲 然後民進黨也是勸他說 就要低調一點 所以民進黨基本上也沒有動起來 幫王浩宇 所以最後王浩宇就被罷免了 因為王浩宇也沒有真的多低調 所以民進黨後來可能會覺得 這樣大家討厭你那算了 王浩宇剛開始有一段時間是低調 但後來他也慌了 急了 就開始出來吹票 他開始出來吹票 黃捷就是完全相反 從頭高調到尾 他就是跟你直接打反擊戰 那陳柏惟身上呢 他當然就想說 王浩宇前面有一段時間低調 就掛了 然後那個黃捷這麼高調 整個舉民進黨自己下去幫他 所以就過關了 所以他就產生一個感覺 想說只要民進黨全部來幫我 我就會過關 所以他就去壓著民進黨 要去出手幫他 他想法很單純 他就是覺得 這個培揚敏叫做黃捷 這個培揚敏叫做 黃浩宇 這個不成那應該是這個吧 他後面很多不同的背景因素 他沒有考慮到 重點就是 剛剛佩軒講的重點 背景因素不同 你不是黃捷 你比較像王浩宇 那王浩宇說實在話 王浩宇其實真的情況是 低調也會被罷 高調也會被罷 他是被罷定的 同樣陳柏惟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他這樣繼續搞下去 我跟大家講 你看這兩題 他這兩題 萊豬跟疫苗 你就看到萊豬跟疫苗 這兩題就是他的一個致命傷 為什麼 你光看他的態度 我跟大家講 剛開始罷免陳柏惟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剛開始罷免是因為萊豬 當 地方團體要罷免他 因為他是萊豬立委 他在立法院護航萊豬 媒體第一時間 大家都已經忘了 第一時間他的反應 你知道他怎麼反應嗎 他的反應是什麼 他說 萊豬 舔萊豬的不是只有我 我不是罪挺的 為什麼要罷免我 我請問大家 你不覺得陳柏惟平常好像 我有氣魄 一個打三十五個 很勇對不對 說回去 當時 我覺得他旁邊 在那一天 就是你在旁邊 有沒有 我就問他說 你不是說你可以一打三五嗎 他說 就說有沒有別提 所以你看他表面上有時候很衝很衝對 你看那天對邱國正的質詢 那不覺得整個氣都軟掉 那我就跟大家講 你要挺萊豬你就強硬一點 哪有人這種挺法 挺到最後 人家罷沒你還趕快出來說 我不是最挺的 要罷也不是優先罷我 那我要說 你投票挺萊豬哪有分優不優先啊 通通都是挺啊 但是 為什麼別人沒罷先罷你 因為你不只是挺萊豬 有很多事的人厭嘛 所以他 萊豬是一個罷免你的一個 啟動 但是加上去有很多原因是因為你要你的問證 讓大家受不了 那再來講 疫苗的這個事情 對不對 他說他反對 一樣的方法 他也不是只有他案 不是只有他頭啊 你看一樣 一樣的格式 一模一樣啊 一模一樣啊 對 那我就跟你講 你惹人厭你怪誰啊 對不對 你今天其他的人 這個所謂的 那個疫苗案 對不對 大家沒有罷免 為什麼罷免你 對 不過說罷免原由 本來不是疫苗啦 罷免的案成案的時候 還沒有疫苗這個 反對採購 做這個題目 所以是因為萊豬啦 對不對 是因為萊豬 那只是疫苗是後來加上去 因為你就是 你幹了很多離譜的事 我當然算總賬啊 對不對 那我光講疫苗這個事情也是個笑話 你知道疫苗這個事情 我自己在臉書也揭發一個 陳柏惟的一個笑話 就是 蔡其昌出來跟 打包票說 陳柏惟是非常挺疫苗的 他不會反對疫苗的 對不對 然後呢 陳柏惟就出一個影片說 我反對疫苗 只是他講的原因是因為他不知道國際認證是什麼疫苗 然後我們國民黨立法院白紙黑之國際認證指的就是WHO認證的疫苗 然後那個臉真的被打到 牙齒是噴噴 四方亂噴 就已經被打臉打到不知所應 所以 今天你看到就是說 陳柏惟 現在他回頭來講 你看說 萊豬也是國際認證 對 然後 本來就沒有那種財力吃美國 我不是很懂 大家有說邏輯很奇怪 可是重點 我看他講這句話 他至少再度他要站出來說 我就是挺萊豬不然你來咬我 我看我欣賞他 我還欣賞他的氣魄 他不要像之前開始跟我們那種表現說 我只是投票裡面的 要不是只有我 奇怪了 那同樣的 反對疫苗這件事情 你不要講反對中國疫苗 不要亂扣紅 當初其實國民黨立法院提案 講得很清楚就不是中國疫苗了 就這麼簡單 那你反對的那個就是國際認證疫苗了 而裡面你看 國民黨提案他有指定就是 包括輝瑞 包括那個 AZ 包括所謂嬌生 包括莫德納 所以 你現在跟我在扯什麼中國疫苗 你反對那個提案跟中國疫苗 無關 你反對的那個提案就是國際認證疫苗 他是沒看清楚提案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放萊豬進來 跟所謂的 反對採購疫苗 這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這叫做不衛生 對不對 國民黨的提案的字看不懂 叫不是字 不怕你又怕沒為心 那這種立法委員說真的 你不罵罷免他罷免 罷免你剛剛好啊 你讓台中市民去承擔 所謂吃萊豬的健康風險 然後呢 我們國民黨 心心念念要希望能夠覆蓋率 能夠及早的把它鋪滿 所以我們 催促政府要擴大採購疫苗 那是已經在 將近半年前的事 但是你今天 你陳柏惟就是黨啊 你黨呢你就延遲了我們疫苗的覆蓋的 那個達成啊 後來是因為國民黨的壓力很大 在野黨壓力很大 輿論的壓力很大 這樣郭台銘開了今天一槍 說 我要買BNT 所以最後民進黨逼的 我們今天才有這些國際疫苗 開始陸續進來啊 本來沒有的 那沒有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像陳柏惟這種人擋嘛 不是嗎 他延遲我們疫苗採購的 那個進度啊 如果你讓國民黨提案早點上去 民進黨壓力就很大啦 那民進黨所有的反對也沒關係 你說真的陳柏惟你是在野黨 不要搞錯 激進黨不是執政黨 所以你在野黨站隊到執政那邊 去當執政黨的所謂的 開門的一個小弟的時候 那說真的你就蓋瓜同壽啊 那要打你 我會講白為什麼要打你 為什麼 因為你更可惡 你執政黨說真的 他有一個執政黨的政策在裡面 不是他按下那不管是同意不同意 他講得出一套論述 我論是不是真的 我問你買不買這樣 但他講得出來 但陳柏惟看起來 陳柏惟還是沒有講出來 他最後你看還是歸縮大法 就講說 不是只有我頭啊 理由不厚道啊 對不對 理由不厚道 超級厚道的 你是激進黨 你跑去附和人家幹什麼 我不罷免你罷免誰 而且我要講難聽一點 說真的 罷免你罷免你 真的因為你在那地方 你是天怒人怨 坦白講很多人覺得罷免你是天公地道 你不要講別人 你去台中的二選區 去問問看 民進黨的那些地方的民代 地方政治人物 想挺他嗎 真的想挺他嗎 我告訴你自己去看一看 所以 不要怪別人 你很多罷免的一些 這種今天的一個苦果 完全都是陳柏惟自己種下來的 所以不要再怨別人了 那陳柏惟罷免案到底 微不危險呢 我們就從數字面來看 TVBS的這個 9月中旬的民調說到 超過50% 同意罷免 成博為24% 不同意 而且跟 3月相比 半年過去了 現在同意罷免的比率增加 2% 不同意減少 6% 但當然到了 10月23 的時候 還有疫情 還有天氣 等等有各種 不同的因素 會影響到罷免的 成果跟 投票率 但是有話跟我們必須問一下 他可能也許不希望別人把他看為小綠 或是不希望別人說他是小綠 但他種種的跡象 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今天你講得出一套論述 你還可以跟綠去做脫鉤 但你現在顯然沒有嘛 那你就是等於盲目著 只要綠按什麼 我就按什麼 那你不就是小綠嗎 他那個選區 當年是新潮流讓出來的 一個選區 那基本上 他這個立場比較清 新潮流 只不過 你用 所謂的新潮流的名義的話 你絕對選不上 所以呢 他才弄一個 所謂的激進黨 是先有陳柏惟 然後才有激進黨 那 那個時候 激進黨 去推他在那個選區選 他還不見得選得上 結果 沒想到 他選上 那他選上了以後 各位知道 這個二選區 二選區 裡面的選票結構 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當年幫那個 彪哥他們下去選的時候 我們知道 他那個選區結構非常複雜 然後他選上 他選上了以後 如果陳柏惟聰明 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勸他 就跟他講 你可以配合民進黨 但是 你必須要講 萊豬是蔡英文的政策 萊豬是蔡英文的政策 那民進黨朋友他托我 最好支持蔡英文的政策 我說個人不要把他凸顯出來 但是 他沒有啊 他還是暗啊 然後 又講了吃萊豬如何如何啊 那些很荒唐的話嘛 那就等於他比民進黨還要支持萊豬 這樣子的話 那反而就造成了陳柏惟今天的困境 那造成今天困境 確確的說啦 要罷掉陳柏惟 是還有一點困難 那雖然很多民調說 有50% 但是那我知道 是民進黨的地方派系 主要他還是新潮流 新潮流他還是希望支持陳柏惟的 可是你知道鄭國會其實在暗地裡 可能已經開始有一些新的佈局了 如果被罷掉的話 對 這個裡面就涉及到了鄭國會 但是鄭國會的問題 就是說像那個嘉隆兄那樣的 嘉隆兄 他是說 只要是我派系的 你要100那我給你200 只要是 是不同派系的 好比說你新潮流 你要100那我給你100 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 你來求我 你來求我 那你給我 就是100對不對 國民黨要100那我給你20 這個是林嘉隆敗選的原因嘛 那他是跟新潮流處不好嘛 雖然鄭國會在那個 鄭國會在蠢蠢欲動 但是我還是講那個二選區的結構非常非常的複雜 如果是再推 所謂新潮流或者鄭國會的人 不見得選得上 不見得選得上 因為陳柏惟那個時候出來的時候 他是白紙一張 不像現在變成 我們不能講說 他是個 活寶啦 那至少可以說他 他那個時候是一張白紙 然後全程 我曾經 跟過他一天 我們在那邊看 他全程 從早到晚 沒有一句話講國語的 對 沒有一句話講國語 全部都是閩南話 他那個閩南話講得又快 然後呢 他就拼命的不斷的這樣子講 然後呢他要把他自己塑造成一個抗中的英雄 那這樣子選上 那現在的問題來了 如果 新潮流不出手的話 絕對罷得了 但是新潮流一旦出手的話 雖然罷不了 但是 但是 你民進黨在那個選區裡面 必然會分裂 就是造成跟今天台北一樣的 就是說你中南那你提個名 提了姚文治不管誰 你還是選不上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來 來看 能不能就 陳柏惟要不要對抗 這個就要看那個誰 看 蔡英文的態度 如果蔡英文的態度 非常堅定的支持陳柏惟的話 想要罷他 大家還要 重新思考一下 能不能把他罷得掉 就我所知現在民進黨的黨中央 已經要準備支持他 只不過他們還在評估而已 對 確實是需要評估一下 剛剛有話說他原本是個活保 我以為他要講說接下來是探險活保 因為他已經去國會已經探險完了 可能現在是不是包袱要收一收了 好但是我們知道他其實在因為最近 當然就是他又質詢了國防部長邱國貞又要向台面 但是要講到國防的事情 好今晚我想來點草莓兵嗎 怎麼一回事 台北智慧做出了一個民調 針對台北市民 好所做的 如果兩岸今天發生了戰爭 誰會贏 48.2%的台北市民認為 中國大陸會贏 只有12.7%的台北市民認為說 台灣會贏 小黃哥你怎麼看 我成立台北智慧 實際上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 議題的一個平台 就讓大家能夠對一些重大公共議題來表示 這是我們做的第一份民調 這第一份民調其實蠻有趣 坦白講 也沒有很意外 但是裡面釋出很多訊息 這個題目其實我覺得大家都還蠻務實 就是說你會發現針對 大陸贏還是台灣會贏 48.2%認為中國大陸會贏 那12.7%認為台灣會贏 但是有一個在交叉分析裡面非常有趣 就是 連民進黨的支持者 泛律的支持者 你再問他中國大陸會贏還是台灣會贏 一個28%一個27% 平手 所以連民進黨自己的那個泛律支持者 都覺得說 棄手意識形態 都覺得說 其實還是大陸會贏 有一半的 將近一半 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我們在兩岸 這是個現實 軍事實力的一個所謂的不對的 那當然有8.4%的人認為說是兩敗俱傷 兩敗俱傷 可是 這個對戰爭的這個結果 我們的一個非常悲觀的預測 很有趣就是反映在 台灣到底兩岸到底會不會 開戰 以及兩岸 這個 就是美國會不會出兵的 這兩個大的題目上 他剛好就是一個完全的相反 大部分台灣民眾對現在我們的兩岸 覺得還是不會戰爭的 居多 絕大部分覺得不會 不會戰爭居多 然後呢 認為美國出兵的 比認為美國不會出兵的要多 所以他 我們台灣的民眾雖然 覺得這個結果是這個 中國大陸贏的居多 但是 我們卻對於所謂的不發生戰爭這事情 很有信心 然後對於美國會出兵這件事情 非常有信心 他其實投射出其實是一個心態 這兩個是關聯的 因為第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這場戰爭 我們一定是不立方 這真的不是妄自菲薄 也不是唱衰台灣的國防 因為 量體上說真的 你今天一個大巨人跟一個 跟一個就是普通人在打 打架 你當然是大巨人贏了 不是說小 就是一般的人打贏大巨人 絕對絕無可能 可是你要去叫大家來去 評判的時候 當然大巨人的那個可能性大得多 但是因為我們大家有一個投射說 我們打不過中國大陸 所以心裡有個很強的投射 我們只能靠什麼打贏中國大陸 不是我們自己 我們只能靠美國 或靠日本 或靠其他國家 來幫我們打贏這場仗 但是就是問題來了 美國真的會來幫我們打這場仗嗎 對不對 那 很多人講沒有發生事情 你不能說得準 對啊 是啊 我就不先說他一定不會來 但他總是可能不來吧 對不對 你不能否認這件事情啊 那而且你要將心比心 美國很多重量級的一些 像之前他們的 前國防部的副助理部長 他就直接講美國不會出兵啊 對不對 那美國很多的一些分析 只要是專業的分析 都認為說 美國不太可能出兵 一個最大原因就是 大陸跟美國都是核子強權 你如果因為台海的戰爭 亂一擦槍走火 變成是全面性的戰爭 那滅亡的不是中國大陸 也不是美國而已啊 對 這整個世界一起陪啊 所以因此 兩大強權不會發生全面戰爭 幾乎不會發生全面戰爭 但是 兩大強權的插槍走火的戰場在哪裡 是在台灣啊 好 退萬萬不言 就算說大家講 就算你這12.7%的人 就算你對了 台灣最後會贏 慘勝 對不對 美國現在會出兵 打到你台灣最後 就變成那12.7%會贏 你永遠也不要忘記一件事 你戰場在哪裡 戰場在台灣 打贏了以後 我們付出的多少的代價是什麼 所以戰爭沒有贏家啦 其實真正來講 戰爭這種過程當中 台灣一定是輸家 贏了也是輸家 那更何況很大可能性 是不會贏 48.2%的人認為不會贏 所以 我們再回頭看兩岸的問題的時候 真的我覺得不能夠一廂情願 你現在因為民進黨很多的大內宣 不斷的去大家給大家 所謂的催眠 所以我們現在一般人講到兩岸關係 就覺得說不會啦 不會打仗 不會打仗 可是你真的不要 搞錯跟忘記一件事情 你去看全世界很多的一些媒體 或是一些智庫的分析 台灣永遠列在全世界 最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最危險的地方 最危險的地方 用的更強烈就叫最危險的地方 那有的是說以前又叫東亞火藥庫 那也有說最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常常是名列前三名 全世界都在擔心台灣會發生戰爭 但是誰最不擔心 台灣人自己最不擔心 所以我們說真的 我們也蠻所謂的安於天命的 就是樂天派的台灣的人是很多 但是 你真的不能夠去低估說 今天我們防止兩岸之間衝突的這個重要性 所以最後也告訴大家為什麼我要成立這個 台北智慧的 那個一個民調中心 就是因為希望能夠去 探討一些更深入的一些 對台灣未來前途攸關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新聞 那我們也還會繼續繼續的發佈民調 來引起大家一個公共議題的討論 不要再因為這12.7%的人開心 你應該要去看 這全部加總起來是沒有人希望戰爭會發生 為什麼我們剛剛要說呢 今晚想來點草莓冰呢 可是此冰非彼冰啊 以前呢是14周成功領得少爺冰 現在是16周集退伍的草莓冰 到底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 認為台灣會營還是大陸會營 請問他們這些草莓冰真的能夠戰鬥才是好冰吧 有話哥 講到冰 各位想想看 我們那個時候服役的時候 一天要跑10公里 35度以上 還是要出操 那現在是35度以下 然後現在一天能夠讓你跑10公里的已經不多了 那個時候啊 現在小孩的營養比我們那個時候是好的多 那從這個地方 我就覺得 就是說台灣應該要把訓練方法改變 但是我其他的不講我就講兵好了 各位曉不曉得你培植一個合格的步槍兵要半年的時間 如果是戰車兵的話 至少至少一年4個月 如果是炮兵的話 大概是14個月 如果是海軍軍官的話 是18個月 你就用這種去算好了 因為這種都是有SOP程序 但是台灣 就是那些政客不負責任 把兵役 旗不斷的下降 不斷的下降 然後現在變成下令營 他就變成了下令營 那現在呢 美國呢 就是說你要有自我防衛的決心 我們就聽到自我防衛的決心 就馬上去買武器 馬上加強後備部隊 馬上改變 那個組織結構 等等那些 所以我們的建軍叫做追趕式的建軍 但是我在這邊呢 我提供給各位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 兩岸會不會發生戰爭 你看美國派幾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來就好了 至少要三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我這邊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講跟志強兄的 他們有關的 各位去看大臣撤退 先後是有兩個計劃 一個叫金剛計劃 一個叫做飛龍計劃 他是兩個計劃 前面一個計劃是美國 派了六艘航空母艦 把大臣居民撤走 那後面是台灣自己撤走的 單單一個大臣島 就是六艘航空母艦 當然時空環境不一樣 但是我們從六艘航空母艦 你看出一個事實 去對付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那個時候GDP 大概只有美國的不到8% 他就要派六艘航空母艦 各位想想看 他現在已經佔他75% 美國真要管的話管得住嗎 這也就是說 美國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 其他不要講 我們講民進黨的什麼 什麼公投自憲新國家 七個字好了 美國講 不支持不參與不介入 就是要蔡英文 答應 不支持不介入不參與 那從這個地方 你就看得出來 美國的態度嘛 美國只不過是把台灣當作棋子 只不過棋子怎麼走 是美國來決定 不是由台灣來決定 如果台灣還是用這種方式 去應付中國大陸 總有一天 他會吃虧的 所以總有一天 他會變成被犧牲的那顆死棋 對 就是那個死棋的嘛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